这期继续分享《幻海》第82篇,齐先生很担心,担心什么呢? 他担心陈伯把自己和谢文汉画到一个篮子里,事实上,自己和谢文汉没有半点关系。 甚至是谢文汉提出来要和自己一起吃掉叶雪峰的公司和资产,他都没敢答应。 用齐康顺的话说,谢文汉这个人疯了,和叶雪峰那个破公司比起来, 他们分得的这几十个公司完整地吃下来,消化掉,再拉出一群不一样的公司来,这才是自己正经该做的事。 所以,齐先生觉得有必要向陈伯解释一下自己的立场,同时也是在告诉陈伯, 自己和谢文汉不是一伙的,我们不但不是一伙的,我还可以帮你,至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消息。 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好心了,陈伯喝了杯茶,看向齐文进,说道。 要说第一次来这个园子的时候,那时候的齐先生真是装逼到了极点, 但是此时的齐文进,满脸的谄媚,生怕陈伯对自己的解释不满意。 其实他们早就撕破脸了,可是在白杰派人去了美国,在齐先生和齐康顺孙被开设的公司周围转了转, 又跟着他们孙子孙女回家看了看。 齐文进心里就清楚得很了,一旦继续翻脸下去,或许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呢, 自己在美国的后代们就没命了。 齐文进和齐康顺都老了,他们那一套对付在体制内的人或许可以管用, 但是对于陈伯和白杰这种人,屁用没有,分分钟让你辛辛苦苦大半辈子, 一夜回到解放前。 还是那句话,能对付老流氓的,只有不断成长的新流氓。 我不是变得好心了,我是一直都这么好心,只是你对我有误解, 我们之间有些问题没说明白,所以,鉴于以往的教训, 这一次,我先把问题说明白,叶雪峰是谢文汉下手搞掉的, 那天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我这里,齐书记也在, 那个时候,我以为他是为了威胁我和齐书记, 这个混账,现在看来,他是疯了。 陈伯喝茶,抽烟,听着齐文进的叙叙叨叨。 齐文进也在看着陈伯的脸色, 可是从这个年轻人脸上,什么都看不到, 甚至叶小雨被抓了,他依然不急不躁的。 叶小雨那孩子,毕竟是个女孩子,身上还有伤, 一直待在看守所不好吧? 齐文进试探着问道, 陈伯没说话。 我在看守所有些关系,你在省厅不好说话的话, 要不,我打个招呼,齐文进继续问道。 陈伯摇摇头,说道, 你想多了,我和叶小雨没有任何关系, 在诗厅长那个公寓里发生的事, 我早就知道江丽人要来, 所以把叶小雨叫过去挡刀的, 我是想让叶雪峰明白, 他自己找的杀手,把自己女儿杀了, 你说他是什么心情, 既然他不肯和我合作, 那就等着有人一刀一刀地割他呗, 但是我没想到, 叶小雨主动为我挡了一刀, 没办法,你是不知道我这个人, 人尽我一尺, 我竟然一丈陈伯在齐文进家里坐了一下午, 谈了很多, 也谈到了叶雪峰和叶小雨的事, 包括雪峰集团的下场问题, 陈伯都没发表自己的意见, 只是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雪峰集团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他也不再想着把公司拿过来了, 陈伯走后, 齐康顺从后院里走了出来, 他的话你信吗? 齐康顺背着手, 看着梁亭夏的鱼池, 问道, 不信, 我觉得他在掩饰什么, 不过我真的很佩服他, 叶小雨是叶雪峰的女儿, 也是叶雪峰身后是有签字权利的人, 他居然不急不躁, 不担心叶小雨会死, 或者是被迫签字之类的, 他真的不在乎叶雪峰这个公司了, 齐先生有些不解地问道, 此时, 一片片的雪花从天而降, 大雪到了, 夜晚, 被冻醒的叶小雨, 看了看灯光, 他实在是有些睡不着, 过了一会, 他被人叫到了会见室里, 这里不是正常的会见室, 这里没有摄像头, 也没有座位, 他哆嗦着, 站在房间中间的位置, 哒哒哒, 高跟鞋的声音传来, 一分钟后, 一个亮丽的身影, 出现在了门口, 萧桐, 你还敢来见我, 谢文汉让你来的吧, 叶小雨问道, 门口的警察, 小声对萧桐说道, 只有半小时时间, 有事快点说, 别动手, 萧桐点点头, 说道, 我来找你, 是想和你说说出去的事, 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 不但是你, 还有你的那几个姐妹, 都一块放了, 叶小雨摇摇头, 说道, 不用, 你只要满足我一个条件,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包括签字放弃公司的所有权利, 你们不就是, 想要公司吗, 这个公司现在一屁股债, 我要来有啥用, 我又不会经营, 所以, 你只要满足我一个条件, 我就按你说的去做, 如何? 萧桐一下子猛了, 她来这里, 就是为了劝说叶小雨, 放弃公司的继承权, 还要她劝说她母亲也签字呢, 没想到叶小雨主动提出来了, 好, 你说, 只要是我能做到, 我一定满足你, 说吧, 开个价, 多少, 萧桐也来了精神, 问道, 叶小雨文言, 低下头, 想了一下, 说道, 江丽人杀人那天晚上, 我和陈伯在一起, 他要了我, 但是自从我进来, 他再没来看过我, 我要你帮我把他叫来, 看看我, 我想见见他, 只要你能做到这个, 我都随你, 萧桐文言, 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他心里想的是,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要问这种乱七八糟的事, 要了你就要了你呗, 还能娶你咋低, 这都多大年纪了, 还做梦呢, 看不出来, 你平时粗粗拉拉的, 心还挺细腻, 没问题, 我回去就帮你办这事, 不就是来见你吗, 我就是绑, 也会帮你把人绑来萧桐大言不惭地说道, 叶小语点点头, 再次低下头, 低声说道, 萧桐, 我替我父亲向你道歉, 对于之前他让你受的痛苦, 我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 向你道歉, 对不起, 叶小语弯腰, 深深一躬, 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 困在这里, 他什么都做不了, 而且还有可能因为某种原因, 分分钟死去, 这种事情, 他父亲不是没干过, 也不是没和他说过, 所以, 这就是一般家庭的孩子, 和叶雪峰这种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的区别, 良民的孩子, 想的是, 我要洗清罪名, 我不能背着一个罪名过一辈子, 就算是死在这里, 那也是会影响我的征信的, 耽误我儿子女儿考公务员咋办, 叶雪峰干过刀尖填写的事情, 所以他给叶晓宇灌输的思想, 永远都是, 你先活下来, 活着才有意义, 死了, 就什么都没有, 就算是给你一个好名声, 你死了你知道吗? 死了的人, 头七的时候就只有家里人还记得, 再往后, 家里人也会把你忘记, 再记起你来, 就可能是清明和春节了, 所以, 叶晓宇要想办法逃出去, 哪怕是和萧桐做交易, 你不就是想要我家的公司吗? 我可以给你, 这是在可以谈的时候, 不可以谈的时候就麻烦大了, 你活着交出来, 这个公司是我的, 我把你弄死, 你的公司还是我的, 所以, 趁着可以谈的时候, 我们好好谈。 叶晓宇想去见陈伯, 要说这个时候, 谁还可以相信的话, 那就剩下陈伯一个人了。 虽然他的目的也是自己家的公司, 但是他不会要自己的命, 就算是自己父亲想要他的命, 他也没有放任自己, 死在那个公寓里。 他从心底认为, 陈伯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 所以他要出去, 要见到陈伯, 只要能达成这个目的, 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可以。 陈伯看着眼前的这个女人, 看起来应该是不到30岁, 但是这几天的疲惫不堪, 让她的眼带有些重了, 黑眼圈也有些明显。 萧小姐, 你应该多注意休息, 来找我。 有事, 陈伯放下手里的小勺, 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问道。 于是, 萧桐就把自己去见叶晓宇时, 叶晓宇对自己的嘱托说了一下。 末了, 萧桐还说了, 这也是谢总的意思。 陈伯看着窗外, 矢口否认, 自己和叶晓宇的关系。 陈先生, 我要是把你这话告诉叶晓宇, 他得多伤心啊, 你这就是提上裤子不认人吗? 陈伯笑笑, 说道。 既然提上裤子了, 谁还知道以前干过的事, 其实吧, 如果我是谢文汉, 这是没必要这么麻烦, 叶家, 就成叶晓宇和他妈了, 叶雪峰都那么好解决, 剩下这两个女人还留着干啥, 一并除掉, 是我最先考虑的选择, 还绕这么大圈子, 无非还是想要个名声, 对吧? 萧桐觉得和这个人说话很累, 很累因为他说的这些话里, 有的是有用的, 有的是没用的, 但是仔细琢磨一下那些没用的, 好像也有用。 谢总是个正经生意人, 他和叶雪峰不一样。 萧桐开始替谢文汉说话了, 叶雪峰不好, 你不也跟了他那么多年, 大家都是出来卖的, 就没必要讲什么你好我不好之类的话了, 我工作很忙, 身份也敏感, 不适合接触叶晓宇, 你去告诉他吧, 原话告诉他就行, 不过, 回去替我告诉谢总, 如果我是他, 我就会杀了叶晓宇和他妈, 以绝后患, 这么简单的事, 哎, 搞复杂了。 陈伯说着, 摇摇头, 从钱包里掏出一百块钱, 压在了咖啡杯下, 起身离去。 萧桐没有挽留陈伯, 因为他不敢开口, 自己的一切底细, 都被人看得清清楚楚, 说什么都是废话, 多余。 下班回去, 陈伯去了顾清远的家里, 老头正在写字。 看看, 这字咋样, 我觉得适合挂在你的新办公室里。 顾清远一手拿笔, 一手掐腰, 向后退了一步, 端看着桌案的四个字, 操所有人。 陈伯皱眉说道, 字是好字, 只是, 这四个字的内容, 是不是有别的解释? 倒过来念, 人有所操, 做人呢, 还是要有一点节操的, 你这就打断妥协了, 顾清远问道。 陈伯摇摇头, 说道, 形势比人强, 一时半会也走不了, 既然走不了, 那就干票大的吧。 顾清远对陈伯的打算没有意义, 但是对他的未来有些担心。 现在计划的是很好, 但是在你计划的同时, 别人也在计划, 而且极有可能是你的计划赶不上别人的变化, 到时候, 你计划得再好, 也会被别人的计划碰得头破血流。 谢文汉很恼火, 恼火的是, 陈伯这家伙居然敢这么说, 这下好了, 自己就是想这么干也没办法实施了。 陈伯说得没错, 他确实动过这样的心思, 但是萧桐劝住了他, 他的理智也不由得他这么干。 死一个叶雪峰, 或许没有人在意, 但是要是对叶小雨和他妈动手, 这可是两个手无寸铁的女人, 这就开了一个很坏的口子, 也会被人不齿。 把叶小雨弄出来吧, 他也没有亲自参与绑架, 等他和他妈签完了所有的文件, 我们还要和银行打交道, 这后面的事多着呢, 他们要是聪明人, 就不该再和我们绕圈子了。 谢文汉叹道, 叶小雨出来后, 第一时间不是回家, 而是去见了陈伯。 虽然陈伯说话很难听, 也没来见自己, 更是不管自己的死活, 但是他还是选择相信陈伯, 因为他从萧桐的言谈举止中 可以觉察出来, 萧桐很怕陈伯这么快就出来了, 进来吧, 你今天来得巧, 我打算吃火锅呢。 陈伯将叶小雨放了进来, 叶小雨看看这个老婆小房子里的陈设, 确实只有她一个人住在这里, 没有任何女人在这里生活的迹象。 听说你老婆去日本了, 要不, 我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照顾你的生活。 叶小雨看了看卧室床上没有叠起来的被子, 说道, 陈伯没理会她, 而是多拿了一副碗筷, 放在自己的对面, 铜火锅里已经开始痴痴冒起了。 怎么样, 叶小雨慢慢坐下, 活动了一下背部, 伤口很痒, 但是她得忍着, 医生说这是好事, 说明正在康复。 零。 趁着谢文汉还没回过神来, 你带着你妈有多远滚多远, 最好是去国外。 那你呢, 公司就这么被谢文汉拿走了, 你能甘心吗? 叶小雨死死盯着陈伯的眼睛, 问道, 对我来说,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这就要看命了, 你爸早点和我合作, 一定没有后面的事, 但是你爸太贪了, 他以为过去这十年, 他能把一个公司搞这么大, 那是他自己的本事, 这个想法就是错的。 为什么, 我从小, 在他跟前长大, 我知道他有多辛苦, 我。 你说的也对, 但是没有, 最初的那一笔资金, 他在辛苦能干多大? 你不要昧着良心说, 你爸的辛苦, 我就问你, 没有前面的那个一, 后面的这么多的, 零还是零, 你承认吧。 叶小雨无言以对, 陈伯看他不说话了, 接着说道, 其实, 就算是除了那些钱之外, 你爸这些年, 在威安市混得风生水起, 也有人为他铺了路, 否则, 就一个江丽人, 也够他死多少次的了, 为了争夺地盘和城市里的垄断 行业, 你爸让江丽人杀了好几个人, 这些年, 你爸一直养着江丽人的家里人, 这个, 你都知道吗? 陈伯告诉了自己探查到的, 而叶小雨不知道的, 关于叶雪峰的很多事。 你是他的女儿, 很多时候老子在混蛋, 也想着在自己的儿女面前, 扮演一个好父亲, 没有哪个父亲会对自己的孩子说, 咱们家都是流氓, 你也要立志做一个更大的流氓, 每个父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学好。 所以, 他们不愿意把自己不光彩的一面, 展现在自己孩子面前。 对于陈伯说的这些话, 叶小雨是不信的。 陈伯笑笑说道, 侯庆国去找你爸的时候, 我们早就把你爸的底细查得清清楚楚, 不但是黑道上的, 还有白道上的, 你爸在这个城市里, 最大的靠山是吴伯宇, 哦, 对了, 我要去给吴伯宇当秘书了。 叶小雨刚刚还沉浸在痛苦中, 但是当陈伯说道, 他要给吴伯宇去当秘书的时候, 叶小雨一下子来了精神。 陈伯在他还没说话前, 就把他要说的话堵了回去你想多了, 他找了我好几次, 希望我能给他当秘书, 而且好像没有回旋的余地, 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秘书下放了。 这件事不能不让叶小雨多想, 自己父亲最多的靠山就是吴伯宇, 可是自己父亲死了, 死在了谢文汉的手里, 这件事是板上钉钉的事, 自己也知道, 但是不管是自己个人, 还是观面上的人, 都没有人可以为父亲讨个公道。 陈伯也不行。 虽然陈伯矢口否认, 但是叶小雨心里有了希望, 他吃完了火锅后没有要走的意思, 收拾了桌子上的背盘碗碟, 依旧是坐在沙发, 坐直了身体, 因为稍微弯腰, 背上的痛就很难受。 但是他不断地想要伸手去后背上挠一挠。 你这里有痒痒挠吗? 借我用用? 陈伯摇摇头, 他坐过去, 隔着衣服, 在叶小雨后背伤口的位置挠了几下, 但是叶小雨依然不觉得过瘾。 他们几个都是我的伙伴, 我们一起吃喝玩乐, 现在为了我, 他们都被抓了, 你能不能把他们捞出来? 叶小雨摇晃着身体, 企图用自己的衣服摩擦后背痒处。 如果叶雪峰还活着, 这些事都不是什么大事, 自己父亲不管是用钱还是用人, 都可以分分钟为自己解决问题。 但是现在不行了, 自己没有那个能力, 父亲也死了, 这个时候, 他才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无助, 而这个社会, 好像也没有那么容易满足自己想要的结果。 这些事你可以和谢文汉谈, 放心吧, 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你想要什么, 在签字之前都想清楚, 只要不是事关公司的事, 我想他会满足你的, 这也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陈伯说着, 聊起了叶小雨背后的衣服, 把手伸进了他的背部, 有些凉, 但是却能很好的止痒, 陈伯的手指在他伤口的周围慢慢游走, 很快, 叶小雨就安静下来了。 但是, 在他陶醉其中之前, 陈伯及时抽手了, 让叶小雨有些意犹未尽。 陈伯联系到了白杰, 把这边的情况和他做了交流, 白杰完全统一陈伯的意见。 国内的事情, 他完全交给了陈伯去经营, 因为加拿大的事情虽然顺利, 但依然需要时间。 我要和红杉杉聊一聊, 你能找到他吗? 他就在温哥华, 随时可以到这边来, 你什么时候找他? 陈伯看看时间。 此时的温哥华是深夜, 于是定在了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陈伯这几天很懒散, 一直都在厅里打卡上班想事情, 有时候一做, 就是一天。 脑子里不断地复盘着过往的这一年多的事情, 争取做到算无遗漏, 虽然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至少不能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风险源。 晚上, 红杉杉去了白杰的公司本部, 小会议室里早已准备好了咖啡和茶, 以及各种小点心。 陈伯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响起。 我这边是红先生和我, 没有其他人了, 你可以说了白杰像是会议的主持人一样, 通报了他那边的情况。 陈伯说完后, 红杉杉沉默了一会。 陈伯, 我父亲身体快不行了, 以后在国内, 我怕是帮不了你多少事情。 红杉杉叹息道, 我知道, 我也没想着你能帮我, 我们本来就是交易, 吴伯宇这个人怎么样, 你了解吗? 他去了北京, 回来后就提出要我当他的秘书, 这是你怎么分析的? 我对这人不了解, 不过他是叶雪峰在这里的大靠山, 这些是乱七八糟, 我想了很长时间, 也没想明白他到底想干啥, 陈伯疑惑地说道, 他以前是我爸的秘书, 但是我对这人一直都看不透, 我爸也说, 这人城府很深, 但是让你给他当秘书这事, 我可没有任何参与, 也不是我的意思, 我爸油尽灯枯, 更不会操心这些烂事, 所以, 我也想不通到底是为什么, 既然想不通, 那就多方问问呗, 一个人的脑子是有限的, 你想要知道什么问题, 那就去问你想要排除的人, 这么一来, 我想, 推测出后面的背景, 问题不大, 一开始, 陈伯并未听明白, 红杉杉这话里话外的意思, 问谁, 谁能知道, 吴伯宇是怎么想的, 你说, 他是什么时候和你说这事的, 红杉杉先是坐直了身体, 接着身体前倾, 想要靠近桌子中间的电话会议接收器, 他去了北京, 回来找了厅长师红聚, 我给聚了, 后来吴伯宇又找我谈过话, 还是那个意思, 想要我给他当秘书, 我觉得这事, 怎么想都觉得没那么简单呢, 陈伯说着这些话, 他渐渐地攀上了红杉杉画里的主线, 时间, 是从北京回来, 地点也是北京, 这个地名, 真的是很要命啊, 陈伯茫然地看着屋顶, 而红杉杉则比他还要紧张, 他看向了白杰, 伸手想要去端一杯咖啡, 但是咖啡端在手里的时候, 却抖洒了不少, 白杰看着这一幕, 有些惊讶, 但是在座的三人都是聪明人, 聪明人明白一件事情, 有时候只是不起眼的一句启发的话, 或者是一幅平平无奇的画面而已, 一时间, 电话线上的三人都沉默了, 他们想到了同一个问题, 那就是, 北京有人找过吴博宇了, 或许他们知道了更多的事情, 只是还没找到, 可以拆掉整个毛衣的线头而已, 有些是只需要议会, 不可言传, 于是, 这个简短的电话会议就结束了, 东京的郊区, 又是一个晴朗的天气, 一个美丽的女人跨着布包, 手里, 提着另外一个塑料袋, 这里面装的都是青菜, 这个女人, 一副日本家庭主妇的装束, 打扮得可谓是清新脱俗, 见了迎面而来的邻居, 总会扮弯腰和对方相互打招呼, 在邻居的眼里, 这个女人很能干, 不但是要买菜做饭, 据说还是一位作家, 还要照顾瘫痪在轮椅上的丈夫, 她们的生活依然过得很有滋味, 这让周围的人都很佩服, 这个不善交际的女人女人回到家里, 这是一栋独栋的房子, 一楼是餐厅和一个卧房, 还有地下室, 地下室是完全不采光的, 这其实是原房主为了躲避地震而修建的钢筋混凝土的地窖, 此刻, 一个男人就坐在轮椅上, 两眼无光, 因为她已经瞎了, 女人来到她的面前, 她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就那么坐着, 我回来了, 女人一开口, 换成了流利的中文, 男人还是没动, 因为她根本动不了, 女人看了一眼轮椅下的便盆, 使尿有半盆了, 怪不得自己刚刚进来的时候, 充满了刺鼻的味道, 女人打开了抽风机, 坐在了她的对面, 打开了手机, 来吧, 我给你念一下, 关注下今天都干了什么, 这个贱人, 现在是愈发愿意分享自己的生活了, 她们今天吃了西瓜和其他的水果, 哎, 这得花多少钱啊, 这些钱本来是由我的一半的, 关家数没有留给我, 她也确实该死, 只是死得太突然了, 我的命还是苦啊, 没错, 这个一副日本女人模样的女人, 就是失踪已久的宇文兰, 森林璐听着她念一种 风米国内小资女人中间的app的信息, 没有任何表情, 她每天都会念, 这也是她的乐趣, 一种支撑着她活下去的乐趣, 在挨了无数次打之后, 森林璐学乖了, 她不再和宇文兰争执, 因为自己实在是没有力气和她争执, 为了报复自己, 她趁着自己睡觉, 打断了自己的腰椎, 让自己不得不瘫在床上, 而她一直无法站立, 而在被打断了腰椎之后, 她以为自己要死了, 宇文兰也以为她会死, 所以在看着她一天天好起来后, 居然没有走, 因为她觉得自己现在基本上没有能力复仇, 甚至自己都不能合法地离开日本, 于是, 她继续自己的工作, 虽然老板依然是这个瘫痪了的男人, 可是自己可以操办一切了, 她要先获得一个合法的身份, 这需要很多钱, 她们现在的钱远远不够, 在建了一次禁区之后, 她有了更大的计划, 只是森林路必须要活着, 还得是在自己的掌控下活着, 于是, 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后, 她熏瞎了森林路的眼睛, 森林路每天都在后悔, 后悔没有听禁区的话, 如果在那个岛上把宇文兰除掉, 就没有现在这些事了, 而自己这辈子也注定毁在了宇文兰的手里, 她是个有心理, 暗急的人, 尤其是从宇文兰这里知道了, 她是如何引诱自己的妻子上了官家树的床之后, 她对宇文兰的折磨就变本加厉, 而这个时候的宇文兰为了获得自由, 百般忏悔, 百般哀求, 以至于后来森林路开始让她出道拍摄那些小电影的时候, 她也没有拒绝于是, 森林路以为这个女人已经彻底被自己征服了, 男人一般来说都是比女人要自信的, 而单身的男人比女人更加的自信, 这就导致了森林路渐渐丧失了警惕, 直到让宇文兰摸到了那把锤子, 本来宇文兰是想杀了她的, 但是在锤子落下的那一刻, 森林路醒了, 她的肩膀被宇文兰砸了一下, 忍痛翻了个身, 向外爬的时候, 宇文兰的下一锤子落到了她的腰椎上, 一锤子下去, 她就不动了, 一开始宇文兰以为她死了, 可是她的呼吸还在, 宇文兰把她捆了起来, 可是后来发现, 不用捆也可以, 因为她腰椎之下都没了知觉, 大小便失禁, 宇文兰这才相信, 她真的贪了, 宇文兰和她说话, 森林路没有回应, 宇文兰站起来, 朝着森林路的脸上, 狠狠地扇了两巴掌, 觉得手疼, 于是放弃了继续打她, 这是每天的日常, 而到了晚上, 宇文兰还要坐车去市区的拍摄基地, 继续她的女优生涯, 没办法, 要想赚够足够多的钱, 只能这样, 她虽然远在海外, 但是国内的消息她是知道的, 尤其是自己的姨妈去几川省上访的消息, 以及陈伯被那些绯闻缠身的事情, 她都知道, 今晚的拍摄很顺利, 因为想到了陈伯, 想到了她那一双似乎无所不能的手, 她今晚和那个男演员的配合很到位, 因为她把那个男人想成了陈伯, 在宇文兰出门的时候, 她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 在这个房子的对面, 有一个人正在小心翼翼地盯着她, 这个人在这里待了好几天了, 每天这个时候都会来盯着宇文兰出门, 直到她回来, 一直计算着她出门的时间, 所以, 这一次在她出门后, 这个人跟着她去了车站, 直到亲眼看着她上了车, 这才急步回到了宇文兰的家门口, 看看周围的情况, 开锁进入了宇文兰的家里, 但是这个人在宇文兰的家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她一度以为自己是不是找错了地方找错了人, 但是在她将要离开的时候, 她听到了地下室里传来了人痛苦的声音声, 于是, 她悄悄地摸到了地下室的位置, 看到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 正在痛苦地挪动着自己的身体, 想要离开那个轮椅, 但是在宇文兰离开的时候, 她被一条铁链锁在了轮椅上, 整个人都是被铁链缠绕着的, 森林露的眼睛瞎了之后, 她的听力就变得日渐灵敏起来, 所以, 当楼上有声音传来的时候, 一开始她以为是禁了贼, 因为宇文兰所能制造出来的声音, 她早就耳熟于心了, 这个人是一个男人的脚步声, 绝不是宇文兰的声音, 但, 这也是她离开这里的希望, 于是她扭动着身体, 发出了声音, 而脚步声在楼梯处传来的时候, 她兴奋地快要叫起来了, 她先是说了一句日语, 可是对方没有任何的回应, 反而是一步步来到了她的身边, 她的内心极度恐惧, 她以为自己听错了, 是宇文兰在考验自己, 接下来会面对什么, 她心里很清楚, 但是也无可奈何, 挨打就挨打吧, 这就是自己的命了, 你是什么人? 来人问道, 你是谁? 森林路一听是个男人, 瞬间就放松了心情, 而且还是个说中文的, 她心里狂喜, 以为是进去的人找来了呢? 她就知道, 进去和自己联系不上后, 一定会找自己的, 这下好了, 终于找来了, 我从国内过来, 你是谁, 怎么会这样, 和你一起的那个女人, 是宇文兰吗? 男人有些急切地问道, 森林路文言, 更加笃定了自己的猜想, 于是狂点头, 这个人, 男人也松了一口气, 于是, 他又开始问森林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森林路哪经历过这种事情, 狂喜之下, 把自己如何被宇文兰暗算, 以及囚禁的事情说了一遍, 男人看着森林路, 露出了怪异的表情, 你放心, 我会救你出去的, 只是还要, 等他回来, 不能有任何的异样, 他一般情况下, 什么时候回来, 男人有一搭无一搭地问道, 只要是确定, 那个女人是宇文兰就好说了, 他极力压制着自己兴奋的情绪, 在这个房子里到处看着, 这关系到, 等下如何和宇文兰谈判, 所以, 自己越是了解他的生活, 谈判的时候, 自己就越发地, 可以占据主动了, 森林路没有等到这个男人对自己的救助, 而是听到他一步步地上楼去了, 宇文兰回来的时候, 发现客厅里的灯是亮着的, 他的心一沉, 以为自己在地下室虐待森林路的事, 被邻居知道了呢, 但是在围绕着房子转了一圈之后, 并没有发现家里有人的迹象, 他把这个归结为自己出门的时候, 忘了关灯了, 于是拿出钥匙打开了门, 结果发现, 在一个自己从外面看不到的角落里, 坐着一个男人, 他本能地想要逃出去, 但是被那个男人的一句话叫住了, 我是从国内来的, 我和陈伯有仇, 专门来找你的, 我们可以谈谈吗? 宇文兰文言, 压抑下了逃出去的冲动, 他关好门, 坐在了客厅的餐椅上, 那个男人也来到了他的面前, 你是谁? 宇文兰试探着问道, 地下室里的森林路, 当然也听到了这个男人的声音, 心一下子凉到了底, 本以为这个人是来救自己的, 自己可以就此逃出生天, 哪知道这个人居然和陈伯有仇,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宇文兰最恨的人, 那陈伯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 虽然自己最后的遭遇和陈伯无关, 但也仅仅是看起来无关而已, 宇文兰后来时间多的是, 每时每刻都在复盘这些年自己过的日子, 尤其是遇到了陈伯之后就开始倒霉了, 耳关, 于陈伯的复盘是他这一年多的时间做的最多的事情, 绕来绕去他发现, 自己最后之所以落的这个田地, 都是因为陈伯这个人的出现所以, 每日对陈伯的复盘, 也是宇文兰这些年活下去的动力, 要不然,他有可能死在了那个岛上, 或者是死在了电影的拍摄中。 程志明, 宇文兰拿起男人递过来的中国身份证看了看, 这是我的名字, 因为陈伯后来差点被抓, 我的上司和同事有不少被抓了, 他们的案子现在应该判了, 接下来就是等着坐牢了。 程志明说道,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 程志明把自己如何找宇文兰的事情说了一遍, 宇文兰相信他是一个警察了, 否则, 一般的普通人很难有这样的毅力和观察力, 这些都让宇文兰相信, 这个人说的是真的。 然后呢, 你找我有啥事, 我现在连个身份都没有, 出去找工作也要身份的, 我现在的工作是顶替的别人的名字, 干的什么工作你该知道吧, 宇文兰冷笑道。 程志明笑笑, 说道, 至少, 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吧, 那就是陈伯, 我在国内还有些关系可以用, 他们可以给我传递关于陈伯的详细消息, 如何, 合作。 宇文兰看着眼前的这个人, 他下意识里想着要相信这个人, 但是内心里却有些犹豫。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呢? 宇文兰问道, 你说吧, 信任很难, 但是我能做到的一定不含糊。 程志明说道, 宇文兰想了一下, 指了指楼下的地下室, 问道, 见过他了? 见过了, 你们是什么关系? 你去把他杀了, 我就相信你。 宇文兰没说, 自己和森林路是什么关系, 但是却对程志明提了这么一个要求。 杀了? 他不是你男人吗? 宇文兰没再理会程志明, 而是起身去做饭了, 他饿了, 做这个工作并不轻松, 今晚的戏码比较有意思, 自己有一个男人, 但是自己作为家庭主妇耐不住寂寞, 和一个水管工好上了, 而在自己和水管工偷情的时候, 又被自己的邻居发现了。 于是, 今晚他应付了两个男人, 到现在都没吃一口饭呢, 拍摄到中间的时候, 因为体力消耗太大, 自己滴血糖的毛病犯了, 晕了过去。 可恶的是, 那两个男人还以为他们自己太厉害了。 哼, 男人? 这是典型的日式居住环境, 厨房很小, 但是收纳很整齐, 这也是宇文兰来了这段时间后, 才学会的技能, 因为这里, 有时候会有邻居来串门的, 把一个厨房搞得和杀猪现场似的也不好。 程志明走过去, 隔着一道灶台, 说道, 杀人没问题, 我要先确定, 杀了人之后怎么办, 接下来, 你有什么打算? 宇文兰笑笑问道, 你不是要报复陈伯吗? 陈伯的老婆孩子都在东京呢, 离这里不远, 只是一个京东, 一个京西, 我们这里属于京西, 杀了这个人, 我们就可以开始报复陈伯了, 怎么? 不敢? 说完, 宇文兰擦拭了一下手, 把自己的手机拿过来, 找到了小红书上关注下的账号, 让程志明好好看看这个就是关注下, 陈伯的老婆, 还有孩子, 我想好了, 你如果有本事, 我们可以分两步走, 但前提是, 楼下的那个男人, 你把他杀了, 我们才好计划接下来的事, 要不, 我很难相信你有报复陈伯的决心。 宇文兰说的没错, 做的也没错, 这个凭空出来的人, 确实需要考验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想要报复陈伯, 因为他们都清楚, 报复陈伯, 那是需要很强大的能力的, 但是决心更重要。 于是, 程志明没再犹豫, 他转身下了楼, 来到了地下室里, 楼上的对话, 森林路几乎是听到了全部, 也知道这个男人下来的目的, 你可以杀了我, 但是这个女人将来也一定会把你卖了, 是我把她带来日本的, 我是为了救她, 要不然, 她就得坐牢, 但是她把我搞成了这个样子, 对了, 她是陈伯的小丈母娘, 你现在帮她没关系, 小心将来你的下场就好。 森林路说这话的时候, 她的声音都是发颤的, 这也是她唯一能做的了, 希望自己能说动这个人, 不要杀了自己, 杀人是要偿命的, 这也是宇文兰的意思, 不管程志明在国内犯了什么事, 但是在这里把一个中国人杀了, 他这辈子都要睁着眼睡了。 程志明没理他, 而是来到了他的身边, 我是中国人, 你在这里杀我也是死罪。 此时, 楼上的脚步声再次传来, 宇文兰下楼了, 他坐在前往地下室的台阶上, 看着地下室的这一幕。 程志明抬头看看他, 说道,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我可要动手了。 宇文兰点点头, 说道, 从开始到现在, 他折磨我快一年了, 我想看看他最后是怎么死的。 程志明心想, 这个女人也真是个人物, 就像是这个男的说的那样, 自己以后确实要小心这个女人的暗算。 程志明一手摁在森林路的头顶, 然后把胳膊递到了森林路的下巴下面。 森林路没有反抗, 他知道自己早晚会有这一天的, 只是和自己的想法不一样, 他以为自己会死在宇文兰的手里, 但是没想到最后是死在了一个男人的手里。 我把你带到这里来, 养着你, 就是想着有个人可以说说话, 家里有个活物, 我睡得也安心些, 现在这位程先生来了, 你就用不着了, 垃圾。 说完这话, 宇文兰就上楼去了。 森林路的呼吸逐渐沉重, 渐渐地, 他感觉自己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了, 他的两只手拼命地掰着程志明的胳膊, 奈何他的胳膊越勒越紧, 自己终究是没有能力把他的胳膊掰开, 于是, 这样足足进行了两分钟后, 森林路的胳膊终于无声地垂了下去, 程志明回到了楼上, 洗了洗手。 宇文兰没问楼下的情况, 就算是死了, 森林路也跑不掉, 自己是可以下去检查的, 所以不担心程志明到底有没有杀人。 两人在一个小餐桌坐下, 相对而坐, 宇文兰还拿了酒, 给程志明倒了一杯。 戒了, 因为喝酒误了事, 被陈伯抓住了把柄, 从那以后就戒了。 程志明说道, 宇文兰没理他, 爱喝不喝? 宇文兰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 然后说道, 他的前妻是南港市政府秘书长齐佳南, 齐佳南和陈伯有私情, 按说他应该最恨的是陈伯才对, 但是他恨我, 把我折磨得够呛, 死了好, 死了好啊。 程志明想了想, 开始吃饭。 过了一会, 宇文兰吃喝完毕了, 拿起了厨房里的菜刀下了地下室, 程志明也跟了下去。 在宇文兰要动手的时候, 被程志明拦住了。 现在还不行, 刚刚死, 你这个时候分尸, 血迹会溅得到处都是, 等明天吧, 我去买塑料布, 把这里包裹起来, 在塑料布上分尸, 晚上趁着夜色扔到海里去, 这样的话, 两天就差不多了, 我们到时候就搬走, 另外找地方住。 程志明说道, 宇文兰点点头, 他刚刚确认了, 森林路确实已经气断身亡了。 这一晚, 宇文兰很疯狂, 程志明虽然好几个月没碰女人了, 但是依然不是宇文兰的对手。 开玩笑, 宇文兰是什么人, 更何况再加上这段时间的留学经历, 程志明岂会是他的对手。 所以这一晚, 宇文兰疯狂地厉害, 而程志明一个晚上, 就被吃干炸净了。 一切如常, 宇文兰还是按时去上班, 而在地下室里, 程志明开始了分尸计划。 两天后, 当这个房子里的一切都处理完之后, 他们两人就消失了, 直到很久之后, 房东收不到租金了才来查看, 这两人早已不知去向了。 其实在将森林路处理完后的第三天, 他们就去了官出下所处的街区。 在这里, 他们在暗处看到了官出下带着孩子, 还有官出下的母亲, 他们一起散步的场景。 如果有枪, 宇文兰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但是现在他们什么都没有。 要是上前和这两个人厮杀的话, 他们没有把握, 最好的结果是把孩子抢走。 但是就在他们商量, 要不要这么做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进区, 带着两三个人, 从一个街角拐了过来。 宇文兰一把把程志明拉了回来, 随即两人就快速地离开了这个街道, 生怕被人看到似的。 有问题, 程志明被他拉着一直跑到了车站才停下。 宇文兰的脸色很不好看, 他惊魂未定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迅速地带着程志明躲进了一家寿司店坐下来后, 宇文兰终于稳定了一下自己心神, 说道:「我明白了, 这很有可能是一个陷阱。」 程志明文言, 也是被吓得脸色发白。 他以为, 在这个异国他乡, 对付两个女人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但是没想到, 对方居然有这样的心机。 官初指每日在各个平台发布自己的生活细节, 甚至是具体到了自己在哪个街区, 不过就是为了向失踪的宇文兰传递消息, 告诉他自己在哪里。 如果宇文兰活着, 而森林璐死了, 急于报仇的宇文兰一定会对官初夏下手。 因为在陈伯和官初夏的推论里, 森林璐应该是已经死了, 或者是失去了自由, 要不然, 怎么会联系不到他呢? 这个时候, 看片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程志明是一个日本电影作品爱好者, 几乎每个演员他都有收藏, 聊起这些为全世界宅男提供手枪把子的东方女演员来, 程志明如数家珍, 这也是他能拐弯抹角找到宇文兰的原因。 但是禁区不行, 他虽然知道宇文兰被森林璐强迫拍片子, 甚至在森林璐的住处还见过, 但是他却不记得那家公司, 更不知道宇文兰在哪里拍摄, 以至于当禁区返回日本去寻找森林璐的时候, 发现这家伙居然不见了。 那我们现在咋办? 程志明问道, 宇文兰哪知道咋办? 于是, 他们又返回了宇文兰租住的那个房子里, 此时的两人依旧是惊魂未定。 在经过了一夜的激烈交锋后, 宇文兰终于有了主意。 于是, 在第二天, 程志明一个人去了官出下居住的那个街区。 即便是在和官出职面对面走过的时候, 他也没有紧张, 因为他知道, 官出职也好, 禁区也好, 他们之间是相互不认识的, 而且都是东方人, 只要不开口说话, 就没人知道你是个中国人。 于是, 在打了个几个照面后, 程志明基本摸清了禁区的底细。 他在这里有四个保镖, 他们出门的时候带走三个, 其中一个留下来看家。 要不然, 我们去北海道吧, 我还没去过那里呢, 现在这个时候, 那里应该下雪了, 看过《非诚勿扰》后, 我就幻想着去北海道来着。 宇文兰看着程志明, 平静地说道。 接到官出下的视频邀请的时候, 陈伯正在和李源打电话。 红杉杉说得没错, 这件事还是要从北京开始验证, 于是, 陈伯给李源打了个电话。 这个问题是不是很棘手, 我也很猛逼, 不知道这些领导们到底是咋想的。 你还记得你我上次和左处长说, 很有可能有人对你不利, 你还记得吧? 这位领导和那位的关系可是很铁的, 我担心这个。 陈伯说得云里雾里, 但是李源心知肚明。 我觉得你该去, 至少人家这是重视你吗? 李源的话让陈伯心里一沉。 可是, 我听说了一些不好的传言, 据说某些人正在被调查, 而且还有见识, 我是怎么从北原到福象县去的。 你忘了, 这个时候, 这位领导要我去当秘书, 我担心这是给我挖坑呢, 到时候给我安排个什么活, 把我给装里面, 你说我咋整, 到时候你救我呀。 陈伯开玩笑到陈伯说了很多的借口, 但是李源给出的答案, 要么是该去, 要么是让陈伯自己选, 要么是这件事, 该和关初夏商量一下, 要么又是这样的机会难得。 总之, 陈伯总结了一下李源的态度, 那就是, 80%的倾向是让他去。 陈伯明白了李源的意思, 他没有给李源通知左文康的时间, 立刻给左文康打了个电话, 同样的话, 同样的担心, 同样的说辞, 一样不落地告诉了左文康。 左文康的意思很简单, 他告诉陈伯, 这是没那么简单, 要学会思考, 学会看这里面的利弊得失, 并且在最后给了陈伯一个确定的答复, 那就是能不去就不去, 又不是没工作, 而且现在的工作也不错, 干嘛去干那个伺候人的活? 一样的问题, 不一样的答案。 陈伯放下心来, 于是挂断电话给官初夏播了视频过去。 在和老婆孩子聊了一会之后, 禁区的大头出现在了镜头里。 咋样, 过得好吗? 还行, 找到森林路了, 他在北海道。 禁区说道, 北海道, 这么冷的天, 去那干嘛了? 陈伯皱眉问道。 说得不是很清楚, 只是说因为影片发行的问题, 和黑帮产生了矛盾, 去北海道躲一躲再说, 邀请我去北海道滑雪呢? 宇文兰呢? 和他一起的吗? 也没说, 只是邀请我过去再谈。 没说, 打电话还是什么? 陈伯问道。 发的信息, 没有通话, 我打过去没人接, 和我说了地址, 既然有消息, 我这几天打算过去一趟, 三个人留下, 我带一个人过, 去看看, 问题不大, 有消息了告诉你吧。 禁区说道, 陈伯结束了和禁区的视频之后, 他正在思考, 刚刚李源和佐文康的态度。 很明显, 这两人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或者说, 至少这两人是没有就这事沟通过的, 又或者说, 这两人对陈伯要去给吴伯宇当秘书的信息是没有共享的。 所以, 佐文康给的意见更为接近他的本意, 但是李源为什么这么极力地怂恿自己去给吴伯宇当秘书呢? 陈伯想不明白这件事, 但是他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了白杰, 由白杰告诉红杉杉比较好, 自己和红杉杉还是要保持距离。 做完这一切, 陈伯打算洗澡休息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佐文康的电话打了进来。 左处长, 还没休息呢? 你打完电话我就在想这事, 哎, 想来想去, 我觉得吧, 你要是为难的话, 那就到我这里来吧, 我给你找个位置, 一定能发挥你的能力, 保证不会让你委屈了。 但是有一点, 可比不上你在下面威风, 给副书记当秘书, 这是好事, 你如果不想去, 也可以不去, 随你的便吧, 但是我这里给你留个位置, 如何? 佐文康问道呢, 您的意思是, 我去做这个秘书好一点, 陈伯脸色渐渐变了, 但是佐文康是看不见的, 这就是打电话相对于面对面交谈的局限性。 佐文康绕来绕去, 其实就说了一个问题, 要么是去给吴伯宇当秘书, 要么是到他那里去, 跟他干, 他是想把陈伯拉到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去。 很明显, 第一个电话的时候, 佐文康是下意识的内心真实反应, 是站在陈伯的角度, 分析他去当秘书的利弊得失。 但是第二个电话就不同了, 这是经过了分析和思考后, 给陈伯画了两个圈, 你想去哪一个都可以, 但是这个时候, 他是站在他自己的角度, 或者从别人给他画好的出发点出发的。 陈伯谢过了佐文康, 然后坐在椅子上, 重新打开了手机, 查看自己的通话记录, 自己和李源结束电话之后, 到。 佐文康和自己的第二次通话, 中间间隔了15分钟, 这15分钟, 足够李源和佐文康进行电话交流, 刚刚自己问他们的问题了。 所以, 这件事的源头肯定是在李源这里。 由此, 陈伯把自己的分析第二次传递给了白杰。 第二天上午, 陈伯收到了白杰从电报发来的内容。 内容并不复杂, 其中大部分都是红杉杉的一册, 他也不敢确定自己的猜测是不是真的, 只是给陈伯一个参考, 最后做什么安排, 就看陈伯自己的选择了。 谢文瀚是一个讲究人, 他还要在威安市做生意呢, 所以, 对于雪峰集团的并购也是很大度的。 雪峰集团现在的情况早就是资不抵债, 钱都压在了拿的地和没有完工的烂尾楼上, 但是谢文瀚依然给了叶小雨娘量两百万的生活费。 也就是说, 谢文瀚并购雪峰集团花了两百万。 签字仪式是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会议室举行的, 陈伯也被邀请参加了。 他本不想去的, 但是萧桐打电话说, 这是谢先生和叶小雨共同的意思。 陈伯不得不来, 来了就是给叶小雨站台的, 做人不好太寡情。 陈伯不是商会的人, 所以, 去了之后也是站在角落里, 看着这一切, 但是在他看台上的叶小雨和他母亲以及律师协助一起签字的时候, 身边站过来一个人, 齐文静。 他的风头很快就会在省城一时无聊, 我要退休了, 商会会长的位置也是他的。 叶雪峰曾经想过要这个位置的, 但是可惜, 还没到手就死了。 齐文静小声说道, 陈伯微笑着问道, 齐先生的意思是, 这个位置不详, 谁坐上去都会倒霉。 齐先生不理会陈伯的挖苦, 只是依旧看着台上意气风发的谢文汉, 继续说道给雪峰集团的贷款, 很快就会下来了, 也就是说, 叶雪峰白死了, 白白被人捡了个这么大的便宜, 哦, 对了, 据说谢文汉的小儿子, 要向叶小雨求婚了。 这倒是个好消息。 陈伯撇撇嘴说道, 齐先生文言扭头看了一眼陈伯的脸色, 发现这家伙的定力越来越好了。 所以, 这个亲事要是成了, 也算是肥水不留外人田, 肉烂在锅里, 都是一家人吗? 陈伯跟着附和说齐先生说得对, 你就一点不介意, 外界都说叶小雨和你的关系暖昧, 是你的情人, 而且还是那种主动送上门的, 他和别人结婚, 你就不想说句什么吗? 年轻人之间的事, 冷一阵热一阵的很正常, 你这个老不死的, 这么关心这事, 是想干啥? 我劝你呀, 老老实实退休, 老老实实养老, 别到时候, 因为你亲家的事, 把你挖出来, 就烧高香了, 还有空管人家的闲事, 陈伯不屑地说道, 虽然, 被陈伯骂了一顿, 但是齐先生一点都不恼火, 因为他从陈伯的话里, 听出来了陈伯的不悦, 哎, 能轻易地惹怒陈伯, 这已经算是不错的结果了, 回头他会找谢文汉聊聊陈伯这个人, 让谢文汉在小心的同时, 还会产生恐惧, 直到他忍不住先下手, 到时候, 无论是陈伯倒霉, 还是谢文汉倒霉, 对他来说都是坐收渔翁之力, 绝门的武力确实不行, 但是借力打力, 借刀杀人, 这种烂大街的计谋, 在绝门早已是被运用的炉火纯青, 这种手段的好处是, 不会留下丝毫的证据, 自己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可以全身而退, 北海盗下雪了, 很大, 程志明裹紧了衣服, 这里的温度, 对他这个从小生活在南方的南方人来说, 属实是一种折磨, 但是无奈, 这个和他绑在一起的宇文兰喜欢这里, 喜欢在这里滑雪, 他站在雪道的最下面, 等着宇文兰从高处踏雪而来, 计划是宇文兰想出来的, 但是执行的话要依靠自己, 森林录能活到程志明出现, 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要让他和禁区陈伯保持联系, 但是现在森林录没用了, 程志明这个男人也可以做到, 而且比森林录做得更好, 天气预报说, 今年札幌的雪比往年多了三分之一, 禁区带着唯一的一个保镖, 身一脚潜一脚地到达了酒店, 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他又联系不到森林录了, 到最后, 他不得不把自己的酒店报给了森林录, 让他在方便的时候来见自己, 这里很安全, 看起来没什么黑帮的人。 宇文兰打开手机, 收到了禁区发来的信息, 他的开机时间不到五分钟, 大部分时间都是关机的, 理由是, 黑帮的人会根据手机的位置找到自己, 要小心点, 所以从头到尾都是信息联系晚上, 禁区把自己在眨谎的事情告诉了陈伯, 陈伯听了禁区的讲述之后, 略一思索就告诉禁区, 立刻换一家酒店, 这一次不要再告诉森林录酒店的位置了,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是让人觉得不正常。 你是说, 他学坏了, 禁区笑笑问道, 小舅, 你和我对这人都不咋了解, 接触的时间太短了, 而你呢, 带的人太少了, 一旦出了什么事, 我在国内干着急帮不上你, 听我的, 换个酒店。 陈伯最后非常严肃地说道, 禁区也是个惜命的人, 听了陈伯的话, 觉得小心无大事, 于是答应了陈伯的要求, 立刻带着保镖, 换了一家酒店。 宇文兰也很犹豫, 因为禁区来是来了, 也告知了自己酒店的名字, 可是自己和程志明两个人, 能干啥呢? 他们原来计划的是把禁区调出来, 他们在回去对付关出下, 至少也要把孩子抢走, 到时候让陈伯付出, 他想都不敢想的代价。 但是程志明去侦查后发现, 禁区是来了, 但是仅仅带了一个人过来, 那就是说, 在家里还有三个保镖呢, 就他俩这样的, 也就程志明能打一下, 可是他一个人对付三个, 怎么可能? 要不然, 我们把他绑了吧, 要点钱, 再去黑市买枪, 就我们这样赤手空拳的, 什么事都做不了。 程志明最后建议道, 其实程志明早就想这么干了, 因为在和宇文兰的对话中, 他知道了, 禁区是一个富有的大老板, 这个人要是到了自己手里, 不给个几百万能让他活着回去吗? 或者说, 就算是给了钱, 也不能让他活着回去, 只要是和陈伯有关系的人, 弄死一个是一个。 宇文兰觉得, 程志明还是很有脑子的, 一开始, 他心里有点看不上这个小警察, 觉得他是小地方来的, 没见过世面, 但是在看他亲手杀了森林路之后, 他们都再没有退路了, 于是, 相互之间的信任也变得紧密起来, 有着共同目标的两人, 终于达成了一致的计划, 你不能去, 我知道他住哪, 去了之后直接把人带回来就行了, 你在车里等着, 到时候, 我开车去郊外, 找个地方埋了他。 程志明最后计划道, 有一天, 你会不会也埋了我, 宇文兰看着程志明, 悠悠叹道, 他觉得, 自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了, 你放心, 我现在也是一条无家可归的野狼, 和你是一样的, 你如果不想报仇了, 没问题, 我们抓到这个老板后, 勒索一笔钱, 我就带你去过好日子。 程志明信誓旦旦地说道, 宇文兰又不是没有经历过男人, 所以对男人说的话, 他一概是不尽心的, 只是听听罢了。 买我的时候, 记得在我脸上放一张纸, 或者是大的树叶也行, 我不想脸贴到土上宇文兰自顾自地说道。 两人开车到了禁区住的酒店门口, 宇文兰在车里等着, 而程志明则是再次去了酒店。 但是半个小时后, 他独自一人回到了车里。 他们走了, 不在这里了, 我昨天来的时候, 他们还在这里呢, 两个男人, 居然换了地方, 他们是不是警惕了, 程志明有些沮丧地说道。 宇文兰摇摇头, 说道。 他们可能是换了地方, 但是绝不会离开这里, 我给他打电话, 确定新的地方, 你待会说话的时候, 声音小一些, 他听不清, 就不能确定你, 是不是换人了。 我和他通话, 确定之后, 我们立刻过去再说。 宇文兰确实也急眼了, 这个时候, 如果放走了禁区, 他们就再难有机会了。 果然, 在电话打通之后, 宇文兰和禁区通了电话, 对于姐夫的第二位妻子, 声音虽然是个女人, 但是禁区也不记得, 他说话到底是什么声音了。 可是当禁区要森林路接电话的时候, 程志明打开了车窗, 风雪交加下, 好像是有个。 男人在骂这鬼天气, 而且声音像是在野外传来的似的。 他在前面开车呢, 车窗玻璃坏了, 我们被黑帮一路追杀, 根本不敢在一个地方待两天, 见个面, 我们还得走, 你在哪呢? 我这就过去找你, 见一面, 我们还要去更北边的地方。 宇文兰在电话里扯着嗓子喊道, 于是, 禁区爆出了自己所在酒店的名字, 但是到了酒店后, 禁区还是没见到森林路, 他在车里, 动得不行了, 车玻璃坏了, 在下面修呢。 宇文兰搓着手说道, 禁区有些不信, 坏了就坏了呗, 能有见自己重要吗? 自己能给他们钱买一辆新车, 这么长时间不见了, 怎么会不先来见自己, 而是忙着修自己的破车? 禁区给自己的保镖使了个眼色, 保镖出门去看看了。 果然, 在酒店的后门外, 有个人正在摆弄车门的玻璃位置。 这个保镖没见过森林路, 再加上这家伙戴着帽子, 裹着围巾, 只露着两只眼睛, 哪认得出来谁是谁啊? 靳总让你先上去, 回头再说修车的事。 好, 马上来。 程志明回头看看那人, 然后就把车门咣当一声关上了。 此刻的街道上空无一人, 谁没事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出来挨动, 于是保镖在前, 程志明在后。 等他转身走进了后门院子后, 程志明手里的锤子发挥了作用, 直奔保镖的后脑壳而去。 保镖应声倒地, 程志明并未打算放过他, 在他倒地之后, 他上去依旧是用锤子锤打他的脑部, 刚刚锤打的是后脑, 现在是额头, 直到这个保镖的天灵盖被砸开为止。 程志明做完这一切, 把他拖到了墙根下, 一伸手, 触及到了墙头上的积雪, 于是, 墙头上一尺多高的积雪花地倒下来, 盖在了保镖的身上, 这是一家高档的民宿。 这个时间点正是厨房最忙碌的时候, 后院这里极少有人过来, 短短五分钟的时间里。 程志明做完了这一切, 并且将案发现场演示得极为精细, 这个就叫做专业。 程志明进了酒店的房间时, 宇文兰正在和禁区愉快地谈论着什么。 都处理好了, 走吧。 程志明的露面, 让禁区大吃一惊, 尤其是他那句都处理好了, 可是走了的话, 他意识到了什么不对劲, 刚刚想要站起来, 刚刚坐在他身边的宇文兰, 把一把匕首顶在了他的脖子上。 这个位置是大动脉, 你只要是动一动, 这个大动脉就会被割断, 这里离最近的医院也得二十分钟, 更何况是下雪, 路上不好走, 等到救护车来了, 你早就凉了。 宇文兰恶狠狠地说道, 你想怎么样? 禁区颤抖着问道。 他预想过可能有危险, 但是却不知道危险这么大, 这个宇文兰到底和谁搅和在一起了? 这个男人又是哪里的家伙? 禁区被匕首逼在座椅上, 不敢动弹, 于是, 程志明走过来, 一个手刀, 就把禁区砍晕了。 走的时候, 是程志明背着禁区的, 遇到人还用日语问, 这里离医院还有多远, 他们的同伴生病了, 一直到出了民宿的后门, 这才把禁区放进了车里。 车辆启动, 一路出城, 过后, 又把禁区捆住了手脚, 塞进了后备箱里。 那个保镖呢? 没看到人啊? 死了。 程志明淡淡地说道。 杀人, 一旦开了头, 一旦习惯了杀戮, 一旦喜欢上了这种可以掌握别人生死的游戏后, 任何人都会变得热血肺。 疼, 这是人的兽性苏醒。 车里很暖和, 但是后备箱里, 却其冷无比。 禁区很快就被冻醒了, 他想要呼喊, 却发现自己的嘴巴被堵住了, 想要动弹, 但是自己手脚都被绑得结结实实, 根本无力动弹。 而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自己是在汽车的后备箱里, 至于这辆车去啊, 他不知道。 他现在唯一祈祷的就是, 这两个混账是要钱不是要命, 或者说, 他们别忘了, 后备箱里还有一个人质呢。 汽车行驶了两个小时, 终于, 他们停下来了。 程志明打开后备箱, 看到了快要被冻死的禁区。 怎么样, 还能撑住吗? 程志明问道。 禁区的头摇的, 和波浪鼓似的, 程志明把他嘴里的破步抽了出来。 禁区大口地呼吸着空气, 上气不接下气。 好容易喘云了, 程志明的一泡尿也撒完了。 哎, 我说, 这后备箱能冻死人的, 我要是还有用, 你不能这么虐待我, 我要是没用了, 你又拉我这么远吗? 让我去车里吧, 啥是咱都可以谈的。 好吧, 禁区极力为自己争取权益, 要不然, 自己真有可能被冻死在这里, 程志明想了想也对, 这里的鬼天气, 真能把人冻死。 于是把禁区拉进了车里, 让他坐在后面, 依然双脚, 双手都绑着。 只要是进了车里, 只要是能让自己说话, 那自己这三寸不烂之蛇就不能停着。 蓝姐, 咱到底有啥解不开的仇怨, 在酒店里时我们不是谈得很好吗? 你也喜欢现在的生活, 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 你这翻脸的速度也太快了点吧。 禁区说道, 宇文兰回头看他一眼, 说道, 森林路死了, 我和他一起杀的, 最后剁成了七十多块, 扔进大海里了, 估计现在都成了鱼屎了, 你想想自己, 是想去海里, 还是想去地下? 我看了, 这里的洞土很深, 你别指望我给你挖多深的坑, 一开春, 你大概率会被野狗吃了。 这话真他妈的太吓人了。 但是禁区知道, 害怕没用, 还好, 自己到现在还没被吓得尿裤子, 否则, 自己都鄙视自己。 因为啥啊, 我和你的关系, 一向是不错的吧, 为啥这么对我啊? 禁区开始耍赖了。 为啥? 为啥你不知道啊? 你给森林录打过三次电话, 都是要他把我除掉, 尽快除掉, 这是他告诉我的, 最后一次的时候, 他是开着免提的,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多害怕吗? 你们害了我, 给我挖坑射套, 我都到了日本了, 森林录压榨, 我还不够, 你们还想要我彻底消失, 对吧? 为啥要赶尽杀绝呢? 禁区无奈, 但是心里却把森林录骂了个祖宗八代, 这混账, 真是个该死的混账, 因为我不得不这么做, 禁区一看, 都到这个时候了, 肯定是保命要紧, 命可就这一次, 没了就是没了, 不是补不回来的, 不得不, 不错的借口, 为什么? 因为陈伯, 这都是他让我做的, 从头到尾, 我都是执行者, 一切都是陈伯计划好的, 我们就是执行计划而已, 你这要怪的话, 那就只能怪他了, 禁区一本正经地说道, 宇文兰没有恼怒, 因为他信, 他相信这是陈伯能干出来的事, 所以, 你找我报仇, 这是真的是找错人了, 我和你无冤无仇的, 你说你, 哎, 禁区很惋惜的样子, 换来了宇文兰的一个大嘴巴子, 车终于停下了, 这里是一个距离海边不远的农场, 这里的农场此刻是没人的, 一栋孤零零的房子矗立在那里, 程志明把禁区拉下了车, 这里远离人烟, 禁区就算是较破天, 也不会有人到这里来救他, 来到了房子里, 基本上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堆堆的木材, 这就够了, 我抓不到陈伯, 所以, 只能是从他身边的人下手, 你是第一个, 关初夏是第二个, 你猜, 关初夏会不会来救你, 宇文兰摇晃着禁区的手机, 问到很快, 禁区被扒得只剩下一条裤衩, 禁区在雪地里被冻得瑟瑟发抖, 但是他不敢逃, 因为这个地方不知道在哪里, 自己连鞋都没有, 从这里逃出去, 那自己就只有冻死的份, 宇文兰把拍摄的禁区, 在雪地里光着的视频, 发给了关初夏, 发给陈伯没用, 他不会心疼的, 因为禁区和他没多少关系, 他是关初夏的舅舅, 又不是陈伯的舅舅, 宇文兰最终的目的是, 要把关初夏骗到这个地方来, 否则, 他们现在做的这一切, 就都没有意义了, 程志明是要知道, 尽可能多的关于陈伯的事情, 然后把这些消息告诉罗星河, 他昨天还和罗星河保持联系呢, 告诉自己, 知道了更多关于陈伯的事情, 这些都是可以让陈伯坐牢的秘密, 罗星河给了他很多的帮助, 至少在钱和护照这一关上, 就给了程志明很大的帮助, 当然, 罗星河也拿到了一部分关于陈伯的秘密, 在他看来, 陈伯这个家伙, 再次回到自己的手心里, 不是多大的事,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关初夏收到了信息, 也收到了禁区被虐待的视频和照片, 冰天雪地, 禁区被扒得这么干净, 而他的背后, 还有人拿皮带抽他, 让他在雪地里跑起来, 关初夏惊讶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他生怕被母亲看到这一幕, 关初夏立刻给陈伯打了电话, 但是此刻陈伯正在吴伯宇的办公室里, 他挂断了电话, 关初直失去了理智, 又打了过来, 还是被陈伯挂断了, 关初夏接着打, 谁来的电话? 我老婆, 在日本学习呢, 平时没有这么执着地给我打电话, 或许是有事, 那你先接电话, 我们待会再继续谈。 陈伯拿起手机出了门, 我深奥落到宇文兰手里了, 我给你发了视频和照片, 你看这是咋处理, 说完, 关初夏就挂了电话, 陈伯听到了, 电话那头, 有开门和静影的声音, 陈伯来到了洗手间里, 看到了关初直发给自己的视频和照片, 陈伯深吸了一口气, 这个禁区, 自己和他说过了, 要小心要小心, 最后还是这个样子, 哎, 自己还能说什么呢? 陈伯没走出洗手间, 直接给陆寒烟发了条信息, 让小佛爷立刻去日本, 找我老婆会合, 我现在不能打电话, 回头和你详细说, 但是让他立刻去日本, 没事吧, 吴伯宇见陈伯回来, 微笑着问道, 没事, 他的导师新给他一个研究项目, 他没处理过这种事, 很兴奋, 也很担心自己做不好, 所以给我打个电话, 寻求个意见, 吴伯宇说了几句陈伯的老婆优秀的客套话, 又绕回到了他们刚刚的话题上, 那就是陈伯来了做什么, 本来这是办公厅主任交代的事情, 但是吴伯宇很有耐心, 也很有兴趣和陈伯亲自交流这些事, 关出职看着孩子和母亲, 最后还是决定把这事告诉母亲, 舅舅毕竟是他的亲弟弟, 而且, 接下来很多事都是要自己去面对的, 陈伯一时半会出不来, 也帮不了忙, 所以, 把舅舅带回来是他必须要面对的事情, 于是, 关出职让丽姐把孩子抱走去完了, 然后和母亲说了舅舅的事, 静颖还是很坚强的, 愣了一会之后, 说道,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我听你的, 陈伯知道了吗? 知道了, 还没给我回复, 他现在陪着领导呢, 很忙, 估计过一会会给我回信, 但是我想先做准备, 两条腿走路, 以免耽误时间, 关出夏说道, 关出夏坚决地认为, 自己可以留在日本, 等着宇文兰的下一步动作, 但是母亲和孩子, 要先离开日本, 在她的意识里, 还是回到国内更安全一些, 再说了, 自己来日本的本来目的, 也是, 为了把宇文兰调出来, 现在已经成功了, 只是这个成功, 出了一点点的小意外, 陈伯和吴伯宇的谈话终于结束了, 吴伯宇给陈伯的答案, 让陈伯更是怀疑他的目的不纯了, 吴伯宇的意思是, 知道了洪珊珊现在和白杰在一起, 白杰在为洪珊珊的加拿大投资, 做保驾护航的工作, 而他也知道, 白杰和陈伯的关系, 所以, 既然洪珊珊和白杰在国外合作, 那么在国内用自己的影响力, 为陈伯的晋升做一点铺垫, 这也算是帮着洪珊珊还人情了, 这个解释你说有道理吧, 其实屁用没有, 再说了, 你在要我做你的秘书之前, 你不该和洪珊珊通个气吗? 可是, 洪珊珊一无所知, 当然, 这些话陈伯是没有去揭露的, 只是说了很多感激的话而已, 于是, 陈伯给吴伯宇做秘书这事, 也就这么敲定了, 回头他只需要和公安厅做一个工作交接就可以了, 但是, 陈伯还不想立刻就过来上班, 禁区没有弄回来之前, 自己怕是没有多少精力服务吴伯宇, 从吴伯宇的办公室出来, 陈伯立刻联系了陆寒烟, 问他安排了没有, 他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 但是最快也要20个小时之后才能到达日本, 到底出啥事了? 陆寒烟说道, 宇文兰出现了, 禁区去见他, 结果掉坑里了, 现在生死不明, 以我对关初夏的了解, 他一定会去找宇文兰的, 不把禁区接回来, 这是不好收场, 陈伯说道, 那小佛爷过去, 做到什么程度呢? 陆寒烟问道, 你告诉他, 如果禁区还活着, 一切听禁区的, 如果禁区死了, 一个不留, 关初夏说, 从视频可以看出来, 有个男的跟宇文兰一起呢, 但是可以肯定, 那个人不是森林陆, 所以, 这次一定要把事情做绝, 不能留任何的后患陈伯说道, 明白了, 哎, 其实上次就是我们心软了, 以至于搞出来这么多的问题, 这是你不用管了, 我立刻飞日本和关初夏会和, 他一个人, 做啥事, 连个商量的都没有, 我这就去, 陆寒烟说道, 谢谢, 回头我去南港谢谢你, 怎么谢我, 陆寒烟在电话里开玩笑道, 我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陈伯笑笑说道, 陈伯这话, 当即就被陆寒烟嗤之以鼻, 不吹牛逼会死吗,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 问题是你敢给吗, 陆寒烟嘿嘿笑道, 陈伯也不客气, 反将义军道, 你这次不是要去见关初夏吗, 你们自己谈, 你只要是说服他了, 我这里没问题, 零, 反正就像是陆寒烟说的, 吹牛逼又不会死, 自己吹不吹的, 还不是自己说了算, 只要是能哄拙露海烟, 把这是办理所了, 那自己才会放心, 关初夏一定会去见宇文兰的, 甚至是在明知道, 这是宇文兰的圈套, 关初夏也会去, 不然他没办法对他母亲交代, 作为丈夫的陈伯, 还能有啥说的, 只能是尽全力支持, 其实这点是陈伯最合适, 他去了这事, 分分钟解决掉, 问题是, 现在不知道多少双眼睛盯着他呢, 只要是他一动, 不但是吴博宇这里, 还有绝门, 再加上衙门的刀子, 一切的一切都会围拢过来, 天道有句话说, 按规律办事的人, 是神, 这个规律就是实事求是, 这也是我们党最看重的一个理论, 但事实上, 真正能实事求是的人极少, 或者是没有, 大家都在找捷径, 找关系, 找后门, 找各种能够绕开规则, 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渠道, 一来二去, 实事求是, 这个最朴素最有用的道理, 被人抛之脑后了, 陈伯觉得, 自己现在的安排, 就是实事求是, 因为除了这个安排, 他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 可以兼顾各方面利益, 而又能把事, 办成的方法了, 这可是你说的, 陆寒烟一下子来了兴致, 问道, 我说的, 只要是关初下同意, 我这里没啥问题, 你就当我是一个公猪好了, 给谁配不是配, 对吧? 滚, 你说谁是母猪呢, 我可一点都没胖, 两人在电话里, 你来我网得腻歪了一会之后, 陆寒烟就挂断电话, 准备出发了, 他虽然和陈伯没过一天日子, 但是作为一个过来人, 他是最了解陈伯的那个人, 他能找到自己头上来, 和自己说了这么多, 无非只有一件事, 那即是希望自己能出面, 把关初夏捞回来, 自己了解他, 他了解关初夏, 他知道, 关初夏一定会做出, 让他鞭长莫及的事情来, 而自己就是他接起来的那根鞭子, 在扫干净所有的危险之后, 还要把关初夏拉回来, 这就是自己的宿命, 但是, 自己愿意作为他的鞭子甩出去,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鞭箫都可以, 毕竟是中国和日本离得近, 所以陆寒烟先小佛夜, 一步到了日本, 而关初夏就在机场等着他呢, 陆寒烟一个人都没带, 就这么拖着一个行李箱来了, 而跟着关初夏的是三个大汉, 但是陆寒烟觉得, 这几个人怕事都用不上, 宇文兰就算是要见他们, 也不会允许这几个人跟着去的, 专门来接我的, 陆寒烟问道, 不是, 我刚刚把我妈和孩子送回国, 在这里我照顾不周全, 还是送回去安全一些, 两人上了车, 一辆埃尔法面包车, 把他们接到了关初夏在日本的家里, 都走了, 陆寒烟看看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问道, 都走了, 他们走了, 我也就心安了, 还没接到宇文兰的回信, 我说了, 我可以去见他, 但是他要钱, 让我们给他在海外的账户转钱, 陆寒烟放下茶杯, 皱眉问道, 这么说, 你舅舅死了, 要不然, 为啥非要你给他转钱? 没有, 我舅舅知道, 只要是给了钱, 他们有可能立刻就会杀了他, 所以, 他死扛着, 不管怎么样, 就是一分钱不给, 跟着宇文兰的还有个男人, 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 关初夏说道, 说完, 好像想起来什么似的, 转身拿出手机递给了陆寒烟, 这是陈伯给我发过来的, 东西都买完了, 就在那边的箱子里, 到时候, 我在前面一个人过去, 你呢? 带着这几个人在远处等着, 我现在担心的是我舅舅, 北海盗太冷了, 他们把他的衣服扒了, 让他在雪地里跑, 不跑就打, 哎, 我那个舅舅, 从小就是娇生惯养, 哪受过这罪啊? 陆寒烟接过手机一看, 好家伙, 无人机两架, 电池二十块, 这是防备着煤电池了, 真查不到宇文兰他们的动静了, 还有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甚至还给他们策划了行动方案, 陆寒烟把手机还给了关初夏, 酸溜溜地说道, 哎, 这个男人, 我现在是越想越喜欢, 越想越后悔, 当时怎么就和他离婚了呢? 关初夏看他一眼, 不屑地说道, 你想要回去啊, 没问题, 等这是完了, 我回头和他离婚, 你就可以收回去了。 哎, 这可是你说的。 陆寒烟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关初夏的承诺, 虽然可能是气话, 或者是开玩笑, 但是陆寒烟哪管这个, 只要是你说出口了, 那就不能抵赖。 关初夏没理他, 又给陈伯打通了视频电话, 陆寒烟已经到了, 他们现在可以正式开会了。 陈伯, 小佛爷到了没有? 陆寒烟看看时间说道, 应该快落地了, 你放心吧, 有我在这里, 什么事都没有, 我一定会把直直安安全全地带回去, 有些手续没有他不好办。 啥, 陈伯咒没道? 嗯, 没啥, 回去再说。 那好, 按我说的, 到达之前, 先在远处用无人机观察, 但是不要惊动他们, 哎, 要不是你舅舅在他们手里, 弄几个炸弹, 一锅端了算了。 关初夏文言, 一脸的不高兴, 陈伯正色道, 关初夏, 我告诉你, 这是你听陆总的, 你要是死了, 或者是受伤了, 孩子和我可就都没人管了, 你舅舅是你妈的弟弟, 不是你弟弟, 意思一下就行了, 别豁出命去救他, 他的命没你的命值钱, 你是我老婆, 明白。 我说的意思吧? 行行行, 我知道了, 知道了, 这话你都说了八百遍了, 再说了, 我有那么傻吗? 陈伯直叮叮地看着他, 一开始, 大家都以为信号卡了, 于是陆寒烟和关初夏都凑到了手机前, 看着屏幕里的陈伯。 信号没卡, 陈伯的眼睛还在眨, 但是他的眼睛里都是水雾, 关初夏和陆寒烟都看傻了, 这也们咋了? 陈区被允许重新穿好了衣服, 宇文兰有些不自信地问道, 他们会不会报警? 不会, 如果报警, 我们现在就危险了, 你看看当地的新闻, 也没有说有人失踪和死亡的事情, 那个被埋在雪里的家伙还没被发现呢。 陈志明说道, 禁区蜷缩在一旁, 烤着火, 看着陈志明, 问道, 听你的口音, 像是浮象县那边的, 你是和陈伯有仇吗? 你说呢, 我是被陈伯逼得走投无路了, 要不然, 我会来找你的麻烦吗? 哎, 这不对啊, 你和陈伯有仇, 你该去找他算账啊, 我和他扒杆子打不着的, 你是咋找到我的, 还有他, 你是咋和他搭上关系的, 禁区一听这话, 愤怒地站了起来, 但是接着就被陈志明一棍子砸在了地上, 宇文兰没礼他们, 在手机上给关出下留言,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最好是快点过来, 来之前把钱赚了, 否则, 见面也不好说话, 发完了信息, 立刻关机, 手机要省着点用电, 禁区很识趣, 这个混蛋现在已经没有了一点警察的样子, 简直就是一个亡命徒, 所以, 和这样的人打交道, 风险很大, 稍不留神就会没命, 还是少说话为好,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 绑匪成功绑架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耐心会越来越差, 这主要是因为预期目标实现之前, 他们的自信心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流失, 如果人质得不到及时解救, 以及赎金不能及时支付, 他们会反过来伤害人质, 当晚上, 宇文兰再次打开手机的时候, 收到了关出下的回复, 我已经在路上了, 但是陆寒烟要和我一起去见你, 这是陈伯的意思, 不管怎么说, 当时的事情是陆寒烟一手导致的, 和我和我就傲都没关系, 陈伯的意思是让陆寒烟和你讲清楚, 这是你们之间的问题, 要钱陆寒烟有的是, 比我有价值多了宇文兰, 你是骗鬼的吗? 但是, 这条信息发出去不到一分钟, 陆寒烟和关出下的合影就发了过来, 宇文兰恨得牙根痒痒, 他一直都是很信任陆寒烟的, 就算是自己要出逃这么要命的事情, 也是托付给了陆哈烟, 但是没想到的是, 陆寒, 烟确实差点要了自己的命, 于是, 宇文兰同意了关出下的建议, 要他和陆寒烟一起过来, 火堆旁, 宇文兰对陈志明说道, 待会要多来一个女人, 陈伯的前妻, 说是要来和我和解的, 你觉得咋样, 能对付得了吗? 女人? 对, 女人, 一个女老板, 很有钱, 你要是能对付得了, 我就让他们一起来, 不然的话, 我就让关出下一个人过来。 陈伯的前妻, 陈志明有些兴奋地问道, 宇文兰看着他的脸色,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于是点点头。 那一起来吧, 先期前妻一起的, 多有意思, 哈哈哈哈。 陈志明一想到这里, 心里莫名地, 有些兴奋起来。 宇文兰不管陈志明, 怎么对付陈伯的这两个老婆, 他只想他们死。 这也是陈伯的计划, 因为如果陈伯的计划, 那么关出下, 就很难把小佛爷带到宇文兰的面前。 到时候, 可能进取捞不回来, 还要搭上一个关出下, 那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 按照他的意思, 关出下, 不能去见宇文兰, 只派小佛爷一个人去就行了, 能把进取捞回来, 就捞回来, 捞不回来, 就把他们都杀了。 陆寒烟的出现, 让宇文兰的心情兴奋起来, 因为他知道的, 只是一个关出下, 在日本, 而陆寒烟和陈伯到底有多深的关系, 他不好确定。 但是没想到的是, 陈伯居然为了自己的现任老婆, 抛出了自己的前妻, 这很好, 有一个算一个, 一个都别想跑了。 陆寒烟和关出下, 马不停蹄地赶到了闸谎。 而程志明, 因为没人认识他, 所以他离开了野地, 又悄悄地回到了闸谎。 他要探查, 清楚关出下和陆寒烟带了多少人过来, 不然的话, 到时候自己很有可能被人家一锅端了。 对于这个建议, 宇文兰觉得非常有道理, 于是, 在程志明将进取捆了个街市之后, 他就离开了海边的小屋, 去了闸谎市区。 这个天气, 他们要想尽快赶过来, 只有飞机一条路, 程志明已经记住了关出下和陆寒烟的长相, 于是, 他开始日夜守在机场里的出口, 只要是关出下和陆寒烟出来, 他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自己的优势, 他认识他们, 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 我想拉屎, 进取有气无力地说道, 拉到裤裆里吧。 宇文兰淡淡地说道进取从善如流, 他真的拉到了裤裆里, 使尿齐发, 不一会的功夫, 紧闭门窗的小屋里, 就臭气熏天, 再加上有火烤着暖烘烘的, 一会的功夫, 屋里就没法呆了。 于是, 宇文兰要把禁区拖出去, 但是禁区死活不出去, 这么冷的天, 自己刚刚拉完尿完, 只要出去, 不出一袋烟的功夫, 自己的下面, 就得和衣服冻在一起了。 那个, 要不这样, 你把我的裤子扒了, 把裤子扔出去, 咋样? 宇文兰出去一会, 透了透气, 他实在是想不到, 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明明计划好了一切,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进展。 重新回到了这个小木屋里, 宇文兰深深地出了口气, 打开了窗户, 冷风裹着雪花吹进来, 火马上就有被吹灭的风险。 禁区被反绑着, 腿也是如此, 于是宇文兰不得不接受他的建议, 把他的裤子脱下来扔出去, 这他妈的, 爱。 禁区看着自己腿上的绳子被解开, 舒服地蹬了蹬麻木的腿, 他的眼睛死死盯着墙角那个不起眼的浓具, 一副梨华, 已经生锈的梨华, 很不起眼, 不仔细看都看不清楚那是个什么东西。 卧槽。 在宇文兰忍着恶心想要解开他的腰带时, 进取的身体突然勾搂起来, 不断地摇晃着自己的背部。 你要干嘛? 宇文兰退后一步, 拿起了程志明留给他的匕首, 说道, 我能干吗? 养死了, 你帮我挠挠后面, 背后, 养死了, 爱爱爱爱。 进取的动作有些夸张, 一开始确实是把宇文兰给吓坏了。 但是, 很快宇文兰就识破了他的诡计, 这也是程志明警告过他的, 自己走了之后, 一定要小心他, 不要离他太近了。 要不是要帮他把裤子脱下来扔出去, 他是不会帮他解开腿上的绳子的。 所以, 当进取说要自己帮他挠挠后背的时候, 宇文兰一眼就识破了他的诡计, 他下一句话一定是要自己帮他解开上面的绳子吧。 但是, 进取没有这么说, 他只是站起来朝着角落里走去, 在那个像是浓具的东西上不断地蹭来蹭去, 看着他舒服的样子, 宇文兰相信, 他刚刚确实是很痒, 不像是要对自己不利。 于是, 宇文兰再一次放松了警惕。 进取躺在了地上, 宇文兰过来给他解开了腰带, 把他的裤子向下扒了扒, 反正都是成年人。 宇文兰强忍着恶心, 把他的裤子拖到了大腿处, 就再也不肯帮他拖下去了。 进取躺在地上, 像是一只蛆一样, 不断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 可是裤子依然在自己的腿上, 虽然有脱下去的意思, 可是离完全脱掉还是有距离的。 于是, 宇文兰不得不帮忙。 要不你把我放了吧, 你做的事情, 我可以说服陈伯既往不救, 我娶你, 咋样, 我还没结婚呢, 我娶了你, 公司啥的, 都交给你管理, 如何, 进取这个时候, 还有这个闲心。 宇文兰也是够了, 虽然宇文兰没有答应的可能, 可是这话乱心神, 也起到了转移宇文兰注意力的作用。 结果就是, 宇文兰对这个被绑着的男人的注意力和警惕, 再次有所降低。 宇文兰帮他一点点把裤子吞到了腿弯处, 因为有屎尿, 因为天气冷, 进取再也无力把裤子自己扒下来了。 于是, 宇文兰不得不上阵, 双手拉住了他的腰带, 把裤子向下吞去。 而他没有注意的一点是, 在他刚刚在地上滚着想要自己把裤子吞下来的时候, 他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身体对准了墙角的农具。 而当他再也无法把裤子吞下来的时候, 宇文兰就不得不上了, 而他的角度正好是背对着那副农具的。 但是当他裤子再也没有丝毫动弹的时候, 宇文兰刚刚要用力的时候, 程志明的电话来了。 宇文兰拿起手机走出了小木屋。 程志明电话里的意思是他已经看到了官出职和陆寒烟, 目前发现他们只带了三个人, 就是他们在东京看到的那几个保镖。 程志明的意思, 今晚不回去了, 要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 看看他们有没有和警察联系, 以及他们下一步的动作, 要宇文兰看好禁区, 这一次他们发财了, 然后他们可以去南美, 美美地过一辈子。 打完了电话, 宇文兰重新回到了小木屋里, 禁区像是一个死猪一样, 还在地上躺着呢。 他们来了, 你们一家人终于要碰面了, 也好, 到时候死的时候, 黄泉路上有个照应。 宇文兰阴策策地笑着, 你也说了, 都是一家人, 你这样做有意思吗? 你只要是把我放了, 我发誓, 我一定娶你, 和你好好过日子, 你在国内的所有事情, 我让陈伯给你抹平了, 不会有人找你的麻烦, 你要是不想在国内生活, 也行, 这里, 美欧, 都随你挑, 我年纪大了, 就是看不得自己家人闹矛盾, 你说, 这不就是没有好好, 坐下来说清楚的事吗? 禁区躺在地上, 长虚短叹, 一副很不甘心的样子, 又像是一个忧心忡忡的家长的样子。 宇文兰不想理会她, 可是自己受到的那些委屈, 又不断地在她的心里给她加码, 那就是, 只要是有机会, 就一定要弄死她, 弄死和关家术有关的一切人, 弄死和陈伯有关的一切人。 所以, 接下来帮着禁区把裤子扒下来的动作, 就有些怨气。 怨气这种东西, 能破坏掉你拥有的一切, 因为这种东西, 会让你暂时性地丧失理智。 而当你把怨气赶走的时候, 你会发现, 在充满怨气的时候, 干的一切事情, 都是那么的傻逼。 于是, 在当禁区勾着脚, 不让宇文兰顺利地扒下来自己的裤子时, 宇文兰就是充满了怨气, 他甚至是想拿过刀子来把裤子割开, 在他又一次要用尽全力, 把禁区的裤子扒掉。 而不可得的时候, 他终于失去了理智, 最后一次用足了力气, 而此时的禁区顺势伸直了脚。 于是, 宇文兰顺利把他的裤子与绒裤都脱了下来, 可是因为用力太猛, 而禁区又是在他毫无防备的时候伸直了脚的。 于是, 宇文兰身上所有的力道都回到了自己身上。 结果就是, 他的整个身体因为对方突然没了力气而向后倒去。 禁区只是在试探着利用这里的一切脱困, 没想过真的有效果。 他在找东西蹭痒痒的时候, 不知不觉间将安放在地上的生锈梨滑掀了起来, 这个角度撞上去, 不死也会受伤, 但是角度的问题不好把握, 也就是说, 他只是本着有早没早打一杆子的想法, 一旦失败了, 也没啥, 至少试过了。 就算是宇文兰撞上了, 没有起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那也没啥。 宇文兰不能把这是怪到他的头上吧。 生意人, 都是在看似没有机会的地方寻找机会的。 第一, 拉在裤子里, 反正这个小房间就这么大, 你不嫌有味你就别给我脱, 我自己说了, 脱掉扔出去, 我都不怕冷, 你怕啥? 第二, 脱裤子的目的是, 为了让他给自己解开捆在腿上的绳子, 至少自己能走动才行。 第三, 走动的目的是, 站起来到那个目离处, 尽心蹭痒, 而且是因为你不给我挠痒痒, 我不得不为之。 第四, 虽然自己的裤子不是很瘦, 但是里面有羽绒裤, 这么冷的天穿这么多, 也很正常, 我配合, 你就脱得快, 顺利, 我不配合, 你脱得就不顺利。 第五, 在地上自己脱裤子的时候, 悄悄调整了角度, 比如, 宇文兰是背对着那个, 看似生锈, 实则坚硬异常的梨华, 这样她失去重心的时候, 躲是躲不掉的, 也不会有手去支撑她的身体, 躲开梨华。 这只是禁区一厢情愿的计划而已, 到时候会不会真的产生效果, 她一点都不敢确定。 于是, 在她的裤子, 彻底脱离了她的身体后, 宇文兰也快速地向后倒去。 有效果, 但是效果不大, 因为在宇文兰跌坐在地上之后, 这个力道就已经被卸下了大半。 所以当宇文兰的头真的接触到梨华的时候, 她确实被碰得不轻, 可是远没有到被碰晕过去的程度。 但是她的头真的很疼, 这是一定的, 梨华如果再锋利一些, 说不定能头破血流。 但是这一次, 她只是有些眩晕, 这主要是因为头疼的原因。 既然制造了机会, 那就得死死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于是, 刚刚一通倒在地上的禁区打了个滚, 趁着宇文兰痛苦地捂住自己的头的时候, 她整个人突然抱起, 朝着宇文兰上身的方向就撞了过去。 这一次, 她用尽了全力。 但是很遗憾, 这一次她撞击宇文兰后, 因为角度的问题, 宇文兰已经坐起来了, 还向后挪了挪身体。 于是, 当宇文兰被禁区撞击后, 接触到梨华的不再是她的头, 而是她的背部因为力道太大, 禁区这一次也是豁出去了。 如果不能成功, 那自己就得死, 宇文兰不会饶了自己的。 当这一次撞击完毕后, 在宇文兰反应过来之前, 她又进行了两次, 而最后, 宇文兰终于没能忍受过身体的疼痛, 晕了过去。 禁区不敢有丝毫地耽搁, 挪动身体, 拿到了吊在门口的匕首, 摸索着割断自己的绳子。 她发誓, 这是她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 因为刚刚这个女人出去接电话了, 虽然不知道电话的内容, 但一定是那个男人打来的, 说不定那个男人很快就会回来了。 即便是那个男人不回来, 可是这个女人说不好, 什么时候就醒过来了, 这两人对自己都是致命的。 不论是那个男人回来, 还是宇文兰醒过来, 自己都不可能等到关注下来就自己了。 所以, 这个时候只有自救, 除此以外, 谁都指望不上。 忙中出乱, 自己摸索着割断背后绳子的时候, 不小心割到了自己的手指, 虽然知道一定是流血了, 可是这样激发了她的求生欲望, 于是, 在经过了十分钟的挣扎后, 她终于割断了, 绑在自己手上的绳子。 而在检查了宇文兰后, 发现她还活着, 只是晕过去而已。 她找来了自己的裤子, 重新穿好后, 这才把宇文兰给捆了起来。 虽然知道陆寒烟和官出夏 住在哪家酒店, 也敢进去看了看, 可是一直没敢靠近了侦查, 因为这两人很小心, 左右和对门住的都是他们的人。 那三个保镖始终都有一个是坐在走廊里的, 这让程志明不敢靠近, 更没有机会潜入到陆寒烟和官出职的房间里。 除此之外, 她没有再发现其他的疑点。 她在这家酒店开了个房间, 她已经两天没有好好休息了, 就让宇文兰, 那个傻女人, 在雪地里守着那个男人吧, 自己要好好睡一晚, 等到明天交易的时候, 不知道又是什么样的结局呢。 官出夏刚刚和陈伯打过电话, 这一路上陈伯打了十几个电话了, 问到哪里了? 问住夏了吗? 问吃饭了吗? 问收到宇文兰的消息了吗? 总之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过来问问, 看得陆寒烟心热不已。 烦死了, 啥忙帮不上, 还这么多事。 挂了电话, 官出夏都嚷道。 陆寒烟撇撇嘴, 说道, 你不用在我面前装作不在乎的样子, 无所谓, 虽然我这一辈子都在找这样一个时时刻刻把我放心上的男人,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找到, 你该好好珍惜, 一旦没人管你了, 那就不是帮不帮忙的问题了, 你想找个人骂你几句都难。 官出夏没理他, 从自己的小包里取出来了两把小刀, 都是精美的手术刀, 但是这种刀又是锋利无比, 一刀下去就是一个血窟窿官出夏递给陆寒烟一把。 说道, 明天交给你的人, 虽然不知道对方有啥武器, 但还是有个东西防身点好。 他不用这个, 他的武器是拳头。 陆寒烟没有接, 说道, 那就送给你了, 留个纪念吧, 也是谢谢你大老远, 跑来陪我走这一趟, 说实在的, 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对你是, 对陈伯也是, 我家迫事太多了, 从我爸我妈到我, 再到现在这个事, 乃哥不是因为我们家, 他帮我擦了不少的屁股, 但愿, 这是最后一次吧。 关初夏悠悠叹道, 禁区不会绑人, 但是面对一个没有了反抗能力的女人, 最好的捆绑方式就是把她的上身一圈一圈地捆起来, 这样最安全, 于是, 宇文兰就被捆成了一个粽子。 禁区出门看了看, 这里四野无人, 别说是无人了, 连灯光都离这里很遥远, 而他看看周围, 也没有灯光要过来, 这才放心地回到了室内。 于是他用森林陆的手机给关初夏打了个电话。 关初夏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自己舅舅居然把宇文兰抓起来了, 而那个男人却不知去向, 据说是来了城里找自己和陆寒烟, 想到这里, 关初夏惊出了一身冷汗。 现在不是找那个男人的问题, 而是把臭傲接回来的问题, 于是, 他立刻要求禁区给自己发一个定位, 马上过去接他。 打完了电话, 禁区再次回到了房间里, 看着刚刚醒过来, 两眼无神的宇文兰。 想说点啥吗? 禁区问道。 宇文兰的头发有些蓬乱, 经过了禁区打在了脸上的巴掌, 才把涣散的精神拉了回来。 宇文兰死死盯着禁区, 笑得很是诡异。 来, 给我说点啥吧, 他们来了你就没机会说了。 禁区说道。 宇文兰看着禁区, 忽然收敛了笑容, 问道。 你刚刚说啥来着, 你不是要娶我吗?